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我们节目有两位帅哥 各位可以赶快打开你的脸书 看这两位帅哥 他们是 在这次选举当中 可能还非常需要突破重围 两位终身带 但是在议会里面也有很长一段时间 非常优秀 为各位介绍国民党的戴习清委员 大家早安 哥哥姐早 好 非常谢谢习清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梁文杰 各位大家早 文杰在初选里面得到第一名 那所以更难选 为什么 人家觉得你一定会当选 对 因为初选的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进程很激烈 所以就努力冲刺 但是冲刺如果到初选变成第一名的话 大家会觉得说 你可能要温鬼 温鬼就是温戏 因为大家这个多习次选举 大家都会把票可能就会分散 分散给那些他觉得比较危险的人 所以反正年底竞争激烈非常难选 真的好 习清你做这几届了 我已经四届十六年要选第五届 十六年 所以你比文杰之深 对比较早 对我才第八年 我第八年 第八年 你是第二届 对对对 你们这次的选举有非常多的因素 冲击着这个现任的市议员 我这样讲算公允吧 没错 你自己先分析一下 可是问题是说 你们丁守中气势很好啊 习清 今天联合报上市 丁守中他怎么样情况都迎可文哲 没错 一对一迎可文哲 赖兴泽出来迎可文哲 吕秀莲出来迎可文哲 姚文子出来迎可文哲 那你们的母鸡这么强 那你的选举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忧郁呢 虽然现在民调看起来丁守中有机会一搏 但是我觉得即便今天联合报最新的民调出来 还是在误差范围内 大概领先可文哲大概都在3%以内 不管是撒卡都或者是提民进党提任何一个人 而且重点是民进党是很会选举的政党 而且民进党现在正式人选还没有出现 所以现在即便是最强的赖清德 虽然看起来不到20% 可是我觉得整道民进党整个选举机器启动之后 这个民调还会有变化 我的评估是就是说民进党正式启动了 不管到最后提的是不是最强的人选 那他们整个服选机器启动之后 再加上中央执政这样的一个优势 我觉得丁守中跟柯文哲之间 以及民进党的候选人 三个人差距会接近 那我问你啊 那到底如果民进党强的话 那应该是丁守中 这个在所谓绿营分裂的情况之下 可以得利啊 理论上是这样子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强调 不是我们故意要见缝插针 你看洪耀福秘书长还在说 自己提人不代表跟柯P氏破脸 那就表示说到底绿营跟白色力量之间 在选战11月24号投票的最后一刻之前 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坦白讲我觉得很难预测 他们还会有婚外群地下情 我不敢这样讲 可是一个政党都要提自己人了 秘书长还讲这样的话 其实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 那这也无怪乎外界不断在揣摄说 所谓的气宝到底气谁保谁 那这个部分坦白讲 就丁守中以及国民党来讲 我们只能做好自己 把蓝营该巩固的巩固起来 然后特别是我们这是提了很多新人的参选 在议员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部分来讲 怎么样我们这些比较中生代的资深议员 跟新生代第一次要参选的年轻议员 共同整合起来 然后跟丁守这边跟党部这边 做一个密切的配合 这个是首要之物 和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台北市的市长的选情 市议员选情 现在所面对的比较复杂的情况是 市长的丁守中看起来气势很强 但是他这个习近说 担心颗律之间会有地下情 第二就是说 他们的台北市议员的选举 现在各个政党的现任议员 都面临了新人的强势的这个竞争 那更别讲说 国民党里面还有不同的山头 你们有马英九山头 有郝龙斌山头 还有这个吴敦毅山头 都各有自己的人马 对不对 那现任议员到底山头是谁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考量 其实像我很佩服Coco姐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各政党在初选的阶段 给很多年轻参选的人 很多的机会去争取曝光 宣扬他们的理念 坦白讲 我16年前自己参选 也是新人参政 有这样的机会 到这个领域来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 就我个人来看 虽然面临这样的挑战 可是我很乐见 更多年轻人愿意投入 不管蓝绿都一样 就是因为媒体焦点 Focus在年轻参政 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这种中股 就容易被边缘化 所以我们就要靠自己 更加努力 所以我今天很公正的 请了中股 带行星 跟梁文杰 梁文杰算中半股 一起来上节目 我们前一阵子推出了 各个地方 都找了非常多的新人 双北 台中 台南 都有 甚至于基隆 其实都有新人 当然新人的威胁 也是现任者 战战兢兢 进步的动力 那接下来 我们来请教文杰了 刚才习亲讲的 这几个可能的疑点 特别是 柯绿之间 是不是有地下情 洪耀福 这个人本来就比较温和了 可是他昨天 讲的那一段话 又会让大家起了 非常多不同的问号 那对你们的选情来讲 到底是 是优 还是是喜 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说 我认为 南军今年的 这个 凝聚跟回流 这个趋势还蛮明显 还蛮明显 在全国各地 大概都一样 而且在台北市 尤其明显 主要是因为军改 这个军公教改革 这些问题 这样子 那 在台北市来讲的话 军公教的力量 确实是非常大 确实非常大 所以我 我一直认为说 不管丁守中 怎么选 他不会低于 连胜文上一次的 得票率 到现在你还是这样 对我还是这么认为 那所以 最后 就是说现在民进党 确定要提认 那最后的结果 其实是 决定于民进党 跟柯粉 跟柯粉 柯粉之间 那所以 洪耀福秘书长 对他来讲的话 我们如果 从我们民进党的角度 我们如果要赢的话 我们最后 我们没有办法寄望说 我们去把蓝军拉过来 我没有办法寄望说 把蓝色的 或者国民党的选民 要投到民进党这边 很困难 所以我们的目标 当然就是说 如果要胜选 因为选举不是说 只是为了选第三名 或选第二名 一定是要选第一名 那所以 最后的目标 我们还是要把柯文哲的 这些柯粉 就是现在支持柯文哲的人 要把他们拉过来 现在支持柯文哲的 有年轻人 有中间选票 或者什么 这些都有 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 是绿色的选民 对 所以 要把他的人 拉过来的话 就是说 他必须要 让我们的群众 或者说 两边的群众之间 他们的 不管 对于柯文哲 或是对于绿 看法怎么样 但是不能够说 两边变成说 打到变成敌人 对 如果变成说 柯粉或是绿民之间 网路上都叫绿民 柯粉跟绿民之间 他如果说 打到变成水火不容的话 到时候 到时候民进党 要吸纳这个 柯文哲这边的选票 就很困难 就很困难 所以我想 洪耀福秘书长讲的是这个意思 但是现在 我的感觉 好像柯文哲那边 属于悲愤的情绪 比较多一点 所谓悲愤的情绪 就是说 他前两天不是讲吗 他就是 他有可能到全国各地去助选 助选的 柯家军 柯家军 譬如说 他柯妈妈前两天 就到那个彰化 去帮这个 黄文林 助选 他的目的 大概就是要打击 魏民谷的 台联推出的 黄文林算不算台联 黄文林是台联的 他过去选过 上次也选过 他上次是用台联选 然后这次 他是用武党集选 就是 对 对没有错 那所以 但是黄文林的票 基本上还是属于绿的票 只是小绿的票 虽然他用武党集选 但是还是小绿的票 那柯妈妈去帮他助选的 这个意义 在民进党看来 就是变成是说 你是故意要 拖 这个为民主的 这个奥卡 所以柯文哲战术很那个 他已经开始就是说 哈哈你跟我分割 那我复仇 我到各地去 去扯你后腿啊 就是 那他战术已经这样子了 那你们要怎么办 那对于 其实民进党也不会再怕了 对于这些 都我们看到的状况 就是柯文哲 目前现在已经出第一招了 就柯妈妈跑到 张华去帮黄文林 打击卫民谷 对对对 那他在其他地方 都可以这样做 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这样做 搞不好他 过一阵子 他可以去帮这个 陈学生占个胎 这也很难说 你说柯文哲还是黄文 还是柯妈妈 那柯妈妈搞不好 去帮陈学生占个胎 那新竹 新竹的话 因为柯妈妈本来就支持 那个林志坚的对手 上一届就是了 所以他也有可能 去弄一下 他也可能去弄一下 这样子你们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现在我们是刚刚决定 就是要自体人选 那我们也没有对柯文哲有什么 反正现在对我们来讲 是先稳住正脚 但是柯文哲显然 看起来好像他已经选择 要先开战 好 那你赖清德 在今天联合报民调上 他只有十几% 16% 你刚才习清说 你们民进党在台北 不可能只有16% 不可能啊 不可能 我认为不管提谁 不管提谁 因为确定提名之后 民调一定是往上 那我认为民进党最后 大概 他不会低于20 不会低于20% 我认为25%是基本 好 这一下我们再来谈的 刚才这个文杰说 他很明显的看到 柯文哲已经开战嘛 悲愤式的复仇战 如果他一直打这个基调 然后民进党就 打在棉花上 就比较温和的回应 不跟柯文哲正面 这个开火 那这个在台北 跟全台湾的选情上 会有什么影响 对于国民党的候选人而言 又是如何 国民党的丁手中 好像是很温和的 那这只母鸡 到底 因为昨天520 你知道吗 昨天520 我在电视上看到的 专题人物 不是蔡英文的 是马英九 我不骗你 我昨晚看那个 那个那个TVBS 看板人物 那一看马英九 我以为他要选总统 你大部分的人 去看昨天晚上 因为方天华 这个做这个看板人物 做马英九的 那个态势 很像是一位 参选人的态势 所以到时候 你们这个母鸡 是马英九 还是丁手中呢 我们要进广告 马上回来 你们明镜党 不被边缘化 才奇怪 离开回来 您所收听的是 Coco早餐 台北市议员 现任 梁文杰 跟戴喜庆 他们真的很惨 他们 他们有母鸡 的问题 他们还有新人 小鸡 一路追 追在他们 屁股后面的问题 好 我们继续回到台北市的选情 等一下最后 我们来检验市政 刚才文杰已经说了 他认为柯文哲 已经开战了 特别是柯文哲的母亲 柯妈妈 跑到彰化去替 也是绿的 而且她算深绿的 黄文玲给站台 那这样子对 目前在选情上 魏明鼓跟王惠美 就是国民党的提名人 之间差距 其实据说 也在缩小当中 那就等于是 等于按照文杰的说法 他到每个地方 都去帮蓝的站台 甚至于他还提到陈学胜 那这个如果他 去帮林志庙站台 陈学胜站台 去帮这个侯友宜站台 去帮林志 去帮林志坚的对手 许明才站台 然后去帮卢秀燕站台 那岂不是 就是把你们这个 绿营大分裂 那就是一个 玉石俱焚的这个战争 那习清你认为会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 不是爽了你们的国民党吗 其实这个也不能说 爽了国民党 因为我的观察 从刚刚文杰的话里面 还有洪耀福的话 你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 民进党已经感觉到 柯文只要在全省 各县市全面开战 可是刚刚他们刚又说 就是不希望变成 两军对阵那种肃杀的感觉 不要把他当成真正的敌人 因为他们还是希望 消灭国民党是最重要的任务 所以前两天不是在传说 柯碧来说自己 传简讯给蔡总统说什么 再给他连任 他就把国民党消灭掉 然后柯碧又在强调 他自己是墨绿的 所以这一场台北市的选战 很有趣是 除了沙喀都之外 你可以想象 如果刚刚文杰讲的陈真 柯文哲如果真的在台北市以外 其他地方 去帮那些蓝的或泛蓝的或非绿的去站台 去跟民党做对抗 那试图去列解蓝跟绿 因为他在台北市一定要列解蓝 那在其他地方 他透过去争取跟绿的对抗 来列解绿的部分 那坦白讲 我觉得他就会变成一个是 没有中心思想 没有理念的 只纯粹为列解蓝跟绿 纯粹的选举作为 换言之 因为我觉得 柯文哲现阶段能够从绿拿的票 我觉得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就是能够再增加已经很有限 那你从今天早上联合报最新的民调看起来 民进党提赖清德大概是最多能够从柯这里 拿到大概19%左右的票 那你如果按照赖清德现在的民调16%来看的话 刚刚文杰说至少基本盘应该在25%左右 那至少民进党还会再增加10% 问题这10%从哪里来 从盯手中来的机会应该不大 那应该就从柯文哲身上要去抢回一些基本盘 当然当然的 对那柯文哲应该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未来会很有趣是柯文哲一方面 他从其他县市去围剿民进党 去帮非绿的人去站台 想办法要去从蓝营那边 从金总统身上挖到一些票 可是他在台北市的一些发言 比如说像把管的事情 比如像深奥蓝媒的事情 他又好像某种程度在炮轰民进党中央 试图希望也从蓝营这边争取到一些认同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要睁大眼睛 坦白讲我觉得选举哦 选举策略是一回事了 他当然可以为了列解蓝或列解绿 针对不同的议题去讲一些讨好选民的话 但是我觉得选民要睁大眼睛 是看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中心价值中心思想 他的理念是什么 如果只是单纯为了选举操作的话 大家真的要慎思 好啊这个刚才两位也同意吗 那个文杰说了 他在其他地方要列解绿 那柯妈妈会好忙哦 累死了 到处跑到处跑 因为他除了柯妈妈 柯家军也没什么人啊 对不对 那第二就是说他在台北 他要去争取要有蓝的票 那他要两岸一家亲 可他私下又说我是墨绿 对 然后他在其他地方又打你们民进党 跟你们民进党又又这种复仇式的 这个开火 那最后会怎样 你们会坐下来谈吗 他有点像川普跟那个金正恩 在打仗似的 文杰 所谓柯家军就是三个人啊 柯文哲 柯妈妈跟柯比武三个人 这三个人你觉得可以对你们复仇式的开火吗 但是我现在看起来他们初步好像是怎么做 初步 这是不是先那个恐吓你们叫你们来谈判 学川普 是叫你们来谈判吗 在台北让他 先恐吓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样 那个谈判的时期都早就过去了 真的吗 我们我们的一路走来这半年 那个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有很多很多的很多朋友 就穿针影线在里面居中 希望说他能够最后还是促成两边合作 但是这些都破局 你觉得不可能了 这个部分已经不可能 但是 地下情呢 对 所谓的地下情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再去跟柯文哲再去谈什么 因为都已经时机过了 因为而且其实我们党内很多人 就已经不再相信跟他谈话了 因为他谈话之后第二天就会变 这样子 但是他 但是我们的群众之间 群众之间他必须 他会有一个流动性 他会有一个流动性 也就是说我们的 我们民进党候选一旦推出来之后 我们会希望说 让柯文哲的那些绿色的选民 当然就要回流到民进党 尽量回流越多越好 那我们也更希望说 能够把那个丁守中的支持度给压下来 给压下来 那对于柯文哲来说 他也是一样 他也是希望说 他也是希望说民进党的选民 跑走越少越好 然后他在拉蓝的选民 他在拉蓝的选民 但是对柯文哲来讲 民进党选民要怎么样 不要跑走 不要跑走 他如果采取说 跟民进党在其他县市对干的方式 那民进党的选民 就会跑走更多 对 所以对柯文哲来说 他是也是陷入一个 多角的一个战局 然后他也 他的一个部分的动作 他会牵动到另外一个 而且效果未必是 符合他的想法 譬如说 譬如说他跑到彰化 去帮黄文林站台 在我在看到网络上面 就已经很多对他酸言酸语 那他 所以他可以说 他管不了柯妈妈呀 他每次都这么讲 但是 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 OK好 我们要进广告了 就是从这个 柯妈妈跑去帮黄文林站台 就已经显示出 在外围要打这个 打民进党战争 在台北又怎么争取 绿营选票呢 这场选战有意思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台北市议员 戴希青 跟梁文杰来看台北市的选情 刚才文杰特别提醒大家 柯文哲已经展开了 公事就是复仇式的 对民进党开战 他特别提到了 这个柯妈妈去彰化 替黄文林给站台 黄文林的对手是新潮流戏 那我要请教一个敏感的问题了 两文杰 他可能到各地 你们新潮流有提名人的地方 去跟你们新潮流对干 因为他在接受 那个 Now News 邱明玉访问的时候 很明确的就在骂新潮流 说你们新潮流有阳谋 有阴谋要打磕 导音 到底有没有 请充实招来 我觉得柯文哲 他很习惯 用阴谋论去看事情 所谓的阴谋论是什么 阴谋论就是说 你忽略眼前简单的事实 然后你要用很复杂的东西 去解释这个事实 譬如说 美国到现在还有一群人认为说 美国人从来没有登陆过月球 然后因为你为了要解释说 没有登陆月球 所以你就要必须解释 后面有一大套的阴谋 你要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对柯文哲来讲就是这样 在民营党内很清楚 之所以跟他分手 就是因为他实在太让人受不了 就这么简单 是因为台湾价值吗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说 他的对民进党的一些 这个攻击跟批评等等 然后包括说 他没有让民进党觉得说 如果你想要合作 是你要寻求连任的人 你要积极来找民进党 有了他传简讯给蔡总统 那种简讯 那种简讯没有用 因为民进党是一个群众政党 我们这些公职人员 包括蔡总统本身 他我们都是被群众推着走 如果说柯文哲 他惹毛了民进党的群众 那我们这些公职人员 不可能帮他这个说话 可是他现在的目标 就是裂解你们挑拨民进党的 新潮流跟非新潮流 然后大家去示好蔡英文总统 可是他的示好 我昨天问蔡总统身边的人 蔡英文总统身边的人说 这个好毒啊 去示好人家自己放消息 还说你民调很低 故意又提醒人家民调很低 其实 所以文杰 你认为这样的话 你们台北经得起检验吗 你们市议员里面有很多 也不是新潮流系啊 那这些人会不会被他拉到身边来 我觉得柯文哲这些做法没有什么用啊 因为 真的没用啊 其实这一次要跟他分手 是党内各派系的共识啊 而且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 除了少数一两位的外 这个高嘉宇跟他王美中 那这个就是共识嘛 那共识的东西就是说 他有点像说 有些小孩子他在班上被人家排挤 那被人家排挤他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他只好说有人要打击他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柯文哲的个性里面 有一个这个部分 所以他现在想出了一个阴谋 想出了一个阴谋 就是说有一个派系想要打倒他 那为什么要打倒他呢 是因为想要打倒蔡英文 因为要把这个2018年的选举 打到很烂 大家都输 然后蔡英文就会辞去党主席 然后2020年蔡英文就没有办法选总统 然后就要换赖清德 对啊 对 柯文哲的逻辑是这样 但是问题就是说 2018年如果选输了 或是说整个民营党的 这个地方选举的态势 最后输很多 那2020谁选有差别吗 柯文哲的逻辑是说 我们好像有些人想要这个 大家集体先自杀 然后2020年再换人选来重生 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的想法很有趣 但是我觉得是很 在某一个部分来讲 也蛮 就是脱离现实 他真的不知道说 他到底为什么 那个民进党要跟他分手 对 那个郭正亮说 因为他忘恩负义 他也也不 很多人也这么觉得嘛 那所以他现在 他现在的各种战术 大概都有啦 就是说 比如说他现在又要 又要说自己是魔律了 他说他说他是小英的暗装 那他自比原重幻 原重幻是什么 他是被那个黄太极 亲国的黄太极 用反箭剂杀死 对 那所以 这个黄太极 这个用反箭剂杀死 原重幻这个忠诚 那柯文哲他自比是一个忠诚 只是被党内有些人用反箭剂杀害 他本来是中文小英 中文小英去那个上海做反箭 所以他的逻辑 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但是 一方面 他过去这两生年来 不断的在往蓝营去拉 去拉拢 但是他现在最近又讲这些话的时候 那他另外一边 他自然 自然 又更绝缘了 所以 他现在打的是一个多角的 多角的战争 那每一个战争 他都会影响到另外一个战争 那 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 反正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就 因为从现在到月底 我们现在先确定自己的提名人 那也不需要去跟他多做这种 这种 怎么讲 先去开仗 我觉得仗远远还不需要这样打 但我始终还是觉得这样 就是说 以台北市来讲 以中国时报今天的民调做出来的话 联合报 联合报 联合报做出来的话 那个丁手中的得票率大概是52左右 他支持率是41 但是换成选票就变成52 他就是大概好龙斌当年的水准 好龙斌当年的水准 那我们要想办法让丁手中的票往下降 我们的主要目标还是先把它往下降 然后才能够谈说这个我们要怎么 一方面我们要让丁手中往下降 一方面我们要把何文哲的这个绿营的选票拉进来 好 那这样我们的自己的候选人的这个胜算才会打 好 他讲得很明确啊 这个习清这个文杰讲的 那在这个未来的选战当中 可是我们看到克文哲他有要打 他就是要要这个打废蓝绿 然后把大家都打成中间选民 对不对 因为他说他有中间选民 有年轻选民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国民党目前看起来有优势 那打到什么样的状况 如果民进党是这样做的话 那对于丁手中 或是对你们国民党来讲 这场选举就不像现在所想象中的 这么这么的这个顺畅的 当然 我觉得这挑战一定都在了 尤其他好几个月这个变化会很大 那其实我刚听文哲这样讲 就是克文哲要在绿营的支持者里面 营造一种他是比肝收害的这种形象 而且这个肝呢就是咬指新潮流 就是说新潮流为了让赖清泽 2020早点上位 所以刻意让民进党不挺他 然后让小英选不好 然后去辞掉 看起来有点不太跟实际上符合 因为坦白讲 现在即便是小英当总统 可是赖清泽程局都是新潮流的 他重用新潮流的人 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所以赖清泽提早三个 未必符合新潮流整体的利益 可是柯文哲他现阶段他要想办法这样去操作 所以他对我来讲说他是小英的暗装 他在连累一次可以消灭国民党 他都是在对这些挺英的 或者说有一些虽然深律不喜欢 他讲两岸一家亲 可是呢又对他有某种情感上连结的人在喊话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文哲 他这样看起来我们懂政治人看起来说 你根本在瞎扯嘛 可是对于有很多不明就里 对政治运作不是那么了解的 绿营的支持者来讲 到选战末期会不会产生一些移动选票的效果 因为其实就我所知 柯文哲现在比如说里长他跑得很轻 然后固定在跟那些里长聚会 甚至很多大小的活动他都去 而且一待有时候待很久去唱歌啊 跟人家拔弯 那我知道国民党的里长 有少部分也跟他暗通还取的也有啊 活动请他去 因为中后市长愿意来很给面子啊 其实包括在文杰选区 我知道也有民进党的里长是 摆明就是支持柯文哲 甚至在选队会 在问卷的过程当中就觉得说自己应该 他觉得说国民党应该离让给柯文哲 那柯文哲的敌人就里长下了一些功夫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来讲 当这个选局越混乱 我必须这样讲 国民党当然挑战仍然在 那能不能过50%的得票 这当然有待检验 但是国民党至少现在有一个好处 是丁手中看起来虽然有一点平淡无味 而且因为他在政治圈实在太久了 可能激不起大家的热情 可是正因为年底是个混乱的选战局面 而且在柯文哲刻意的操作之下 他要裂解蓝要裂解绿 要扩大中间选民的版图 所以一个最不能够 没办法被攻击的候选人 像丁手中这种没有明显缺点的候选人 有些时候恐怕反而容易在这种乱局中突匀而止 好文杰在点头 那好啊 那你们明天怎么打一个丁手中 跟个海绵一样白开水一样 你根本没办法打他 那新闻界还是喜欢看柯文哲跟绿营吵架 柯文哲跟绿营吵架 丁手中就很安全的在烽当中 就不服前进 所以我说目标我们要放在丁手中 不能够说 那你怎么打丁手中 每天跟柯文哲吵架 请问你你是台北市议员 他又不是市长 我现在当然不能讲 最高级你 我们进一段广告 但是昨天有很多我的朋友 包括过去柯文哲身边的官员们 然后他们先离开了 他就说 柯姐 我觉得对柯文哲而言 检验市政比较有帮助 等一下我们就来检验他的市政 好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请到两位国民党的市议员 戴錫青跟梁文杰 他们都是现任的市议员 面对母鸡的状况 是一团混乱的选举的局势 面对新人的挤压 他们两个人的选区都有新人 而且新人有时代力量的 有什么什么的这个社民党的 这个真的是一场苦战 我要请教文杰的是 时代力量会跟柯文哲连结吗 你判断 因为Freddy说他不选了 因为太多候选人 如果时代力量跑去 跟柯文哲站在一起 那时代力量的候选人市议员 会对你们形成压制吗 我觉得这样 时代力量其实他很矛盾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从太阳化学运出来的 太阳化学运其实他的那种 他的激进的程度 其实他比民进党还要强 比如说他们 就是你看林长佐或是徐又铭 他们在立法院的表现 就是要什么要改改 把这个改掉那个改掉 那些这样子 所以对时代力量的选民 他有点像 有点像当年的这个台联党 有点像台联党 其实他们是比较 他们是比较年轻的台联 所以他们比台联的优势 就是他们年轻 那但是他们 所以他们在这个两岸的主张 在国家定位上面 显然是他不能够接受柯文哲 如果民进党群众 没办法接受柯文哲 时代力量当然也没办法接受柯文哲 然后呢 但是时代力量的群众里面 也有很多是 这个纯粹就是年轻人 他就是不爽蓝绿的 所以这些人他也他有可能是在 他等于暗中就把柯文哲 当他们的暗中的母鸡啊 现在策略已经是这样了 让黄国昌还说他要选新北了 他把你们民进党双北夹杀呢 对 那所以时代力量现在也有 我觉得也有点精神分裂的状态 你觉得 就是说他 黄国昌精神分裂 还是个党精神分裂 应该是这样讲 这个党就是说 他一方面要维持他们的 那个独立极限风的这个主张 但是一方面他又这个 无法抵抗这个柯文哲的诱惑嘛 对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两边 两边在为难之中 他主要是议员选举啊 所以他没什么悬念啊 对 但是我觉得柯文哲可能跟这个社民党 会比较合作多一点啊 社民党也不赞成两岸家庆啊 我跟那个范云那种 但是因为社民党 社民党太弱 目前来讲太弱 所以社民党的候选人 比较不能够抵党 这个让柯文哲来站台 或者什么这样子啦 就是社民党可能会更需要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反正年底是一团乱啊 就是一团乱 那对 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 还是这样 就是说战略方向很明确 一方面我们尽量把我们的绿的选民 还在柯文哲那边的 你要吸回来 一方面我们要针对 真的主要对手是丁守中 不要每天跟柯文哲 纠缠不休 纠缠不休 那这样丁守中就大叔底下成两了嘛 他就等于当选 但是他不公布战略 他们可能到选前的时候 再公布战略 不过我不觉得丁守中 是什么好打的 他有哪些缺点可以打 这个不能在这边讨论 我们本来讲市政 但是这个 我问你啦 今年底选举到底是市政决定 还是人格特质 个别候选人的问题 还是政党的问题 蓝绿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20年来台北市的选举 没有一次是决定在市政 OK好 定调 习近 文杰讲的我基本上同意 可是时代力量真的是有点混乱 因为他们在两岸议题 跟柯P显然是背道而驰 可是他们在内政议题上 某些从事就呼应柯P 甚至呼应国民党 在批评小英的执政 因为黄国昌 不是在脸书也发了文章 比如说小英的某些执政 令人伤心或是绝望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他们到底 如果他们真的在台北市这一局 为了年轻的选票 而选择跟柯P站在一起 甚至借由柯P来按住 他们的市议员 希望夺取一些席次的话 坦白讲 我觉得他们在价值的选择上面 也跟当年太阳化得到年轻的认同 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那就市政议题来讲 我觉得虽然说市政议题 大家都说很重要 也要提出牛肉 可是就像文杰刚刚说的 能够真正因为市政议题 而选赢或选输的 其实在过去台北市场选举当中 几乎没有看到过 但你们丁锁中打什么选战 丁锁中靠的就是长期的 二十几年的从政经验 但是他从来对市政不嫌熟 因为他都做立委 这个我要重新一下 丁锁中就是在 不管是在初选 或现在政治被提名之后 提了很多关于市政的白皮书 或政见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慢慢解释 虽然选民坦白讲 包括媒体清代程度不是那么高 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跟候选人 这部分他一定会提出 很多这些相关的政见 大家放心也拭目以待 特别是相较于科幣这三年多 坦白讲 反而是民进党怎么看待 科幣这三年多的执政 是很有趣的 如果按照王世坚的说法的话 是一事无成 可是如果按照某些比较轻科的 像王威中啊 高教育他们看法 是说有些东西直做的还不错 那当然 我知道文杰是比较中道一点 他觉得有的好的值得肯定的 可是有些可能像大剧 但有些没处理到 他觉得说这个部分该批判 就要批判 那我偷偷问你一下 人家如果说 丁锁中连五四摇都打不败 那要怎么选举呢 虽然有点毒辣 可是到最后一定会发笑 包括我们党内初选 都有我们党内的候选人 提出这样的质疑 钟小平就提过类似的论述 可是我觉得2014那次 大家知道那是大海啸来袭 在国民党全面溃败的情况之下 任何的那个局面 立委被落选了很多 而且很多都是非战之尊 我想大家可以认同 那重点是 如果拿2014那一次 丁锁中输给五四摇 而认为说 民进党随便拍一个人 就可以把丁锁中干掉的话 我觉得这个恐怕也是魅于事实 那我问你 丁锁中跟郝龙斌跟马英九 然后之间的这种这个心结 连加的心结 对这个后来的选举会有伤害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我们来讲 母鸡越多越好 虽然说这些大人们看法 未必完全一样 这次也各自提了一些 自己的年轻一辈 你最强的母鸡现在是谁啊 我觉得像刚刚扣姐一开始讲的 马英九现在如果能够站进媒体版面 能够帮我们所有的这些议员加持 他也不会只独厚马家军啊 你不担心啊 对啊 我的意思说他不会只帮马家军站台 我们如果邀请他 可能应该也会来帮我们站台 好吧 最后20秒 他好像选20204的 他会不会选2020 不会啦 不会啦 文姐 你觉得不会 我觉得马英九不可能 不会 那他最近这么红干嘛 当然现在就是在 在弄自己的马家军嘛 然后他因为万事的问题 他要自保啦 三万越高 自保的能力越强 OK好 很精彩的访问 谢谢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coco早餐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